12月16日,资深女艺人罗兰及邓翠文一同出席长者安居日,一线通平安中的宣传活动。 作为今次活动的宣传大使,两人在现场和大家一同解读有关平安中的日常知识。 文女以资深经历表明平安中不单适用于长者或独居者,同样也适用于日夜打拼的中青年龄的人。 文女透露自己曾经建议自己的妈妈安装一个平安中,却反被妈妈责问自己是不是嫌弃她老了。 但不管怎样,毕竟年老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意外发生,如果妈妈用了平安中,自己会安心好多。 问到会不会像妈妈一样担心变老,文女就坦然了。 我不怕老,我觉得老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。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年龄层应该都可以过一样风信跟精彩的生活,只是每个年龄层要过的生活不一样而已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 可不行吗。 可不可以Maybe